来看选举议题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正 今天前往了桃园大寸四支六号池 听取中原大学教授陈其鹏 说明桃园皮糖的现况 张善正指出桃园皮糖面积少了200万平方公尺 等于是300多个足球场令人忧心 而他提出了三个守护 要用科技教育及环境来守护皮糖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正 在中原大学教授陈其鹏的陪同下 一早前往桃园大寸四支六号池 实际了解桃园皮糖现况 桃园有前桃之想美名 但近年面积却逐渐减少 其中超过300多口 被列为国家重要失利的皮糖 有三分之一面积逐渐缩小甚至不见 情况令人忧心 皮糖的重要性是它的网络跟它的完整性 你把它网络切割掉 你存在它那个水体是不代表任何意义的 我们要留住它水的网络 水资源的网络 跟社区跟学校的网络 张山正表示过去皮糖美化的工作做得不错 但现在要从部分美化拉到全面守护 他提出科技教育及环境三个守护政策 列委万美林虽然因为跑行程受伤 但仍由助理推着轮椅到场参与 用行动力挺张山正的皮糖政策 所以未来由政府来主导 地方来配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效益会更好 那当然我们在中央也会全力支持 我们未来的张市长的皮糖政策 张山正提出完整皮糖计划 从过去的美化到现在要全面守护 让桃园皮糖文化能够永续发展